本所于17日接获民众110报案 位于前津区四周一路 某大楼因为灯光太亮 影响到他的休息时间 并跑去该大楼管理室 要求管理员 看能不能上去查看一下是哪一户的灯光 该管理员表示不便让宁蓝上楼 所以宁蓝报案请求警官来做先驻处理 本所远警到场 见宁蓝情绪激动与管理员 且发生口角 随即上前安抚宁蓝情绪 并表示将协助了解并沟通来改善 临警在登记报案记录时 经意外发现宁蓝居然是高雄地检署所发布置通缉犯 经警判告之后 宁蓝才一时想起了自己 本人通缉犯之身份 而因为今天报警 请求警方协助处理事情 我被查获 现场只能乖乖配合警方 我被查莲 Hé 猜判